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有清静国的人就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 所以我们人的生活的过程 实际上一生你好不好全是你自己造 生命的好坏也完全是你人自己造就的 不要去怪别人 不要怪父母亲啊 把我养了这么好的不好的习惯了 毛病了 也不要去怪朋友了 你这样死的时候 你是左也恨来右也恨 你最后就是恨死的了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经常讲的 我恨死他了 当你别人 你把别人恨得死了 你的心就死了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人心死就是恨而造成的 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无常的 可以变 所以不要去怪别人 因为我们的心念不好 所以我们的心才会贪恋 因为我们的心中有虚幻 所以我们才看到的事物才会有假象 因为你的贪恋 别人才会来骗你 你不贪的人 别人怎么能骗到你 虚幻的假我 让你整天的在面子当中放不下 想一想你生出来你是谁啊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也是很要面子的 现在面子在哪里啊 不要造成自己的命运 每一天都在发酵的腐烂 因为每一天想不通 会让你福报锐减的 福报就慢慢没了 很多人说为什么 我小时候算命说福气很高 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福气了 因为你每一天在烦恼在痛苦当中 他不停地在消耗你的福报 因为我们的心从不好到更不好 到越来越不好到一直不好 这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恶念开始 如果你的心从不好到好 把恶念慢慢地转换为善念 由恶转善 由邪转正 由谜转善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 我们说精进的一个概念 你脑子里充满着每一天向上的精进 觉悟啊 干净啊 正啊 正能量啊 那你就会越来越好 就像有一个人在走路一样 别人告诉他 这条大路可以通向 你要到的目的地 你非要走小路 你走的小路 越走越找不到路 越走越害怕 最后你会找不到路 最后你可能会跌到悬崖里 因为你不认识这个路 如果有人跟你说 这条大路你只要一直走 你一定会走出去的 你就慢慢地走 哪怕再远 感觉到它再难这么长 那也是一种假象 因为在你心中创造了一条 真正的智慧之路 你先要借自己的这条智慧之路 来改变自己 我就坚持地这么走下去 所以一门精进 让自己获得智慧永远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哪里错误了 我先改 这个地方我错了 我就改 到了另一个位置上 这个问题上 你又错了 你也改 你对了 你可以继续 你有邪转正了 你有恶念转善念了 那你慢慢地正念现前 那就在你的意识当中 六事田中 八事和七事田中 都会种上善良的种子 每一天在善良的种子当中走着 享受着 这个丰收的喜悦 那就是我们佛法界经常讲的 叫 反谱归真 所以人很需要 反谱归真 我们人 鱼痴颠倒 那是我们人的本性 但是我们有佛性 去改变我们的鱼痴颠倒 所以由于因缘和福报的差异 有的人众生今生今世 就能得到救度 有的众生来世 他才能得到救度 有的众生呢 要在很多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 才能得到救度 这就是你的福报和你的因缘的差异 福报有前世也有今世 因缘也有前世也有今世 看你怎么用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佛法 甚至还诽谤佛法 那么我们学博人 有的时候自己明理的 我们要去不厌其烦的 去帮助他们 尽量不要舍弃他们 有的时候 我们面对他们 有一些交流的机缘 但是这些机缘 实际上也就是擦肩而过 他不珍惜 他就失去了 而你没有去做 你失去了一个 发愿发心 救度别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经常要心里想 愿他们将来也能遇到佛法 你这样的发心 在心中会让你增加福德和福报的 经常要这么想 处处要发善心 处处要结善缘 这样你就将来的恶缘就少了 善缘就多了 利益众生的范围就大了 就广了 所以善待众生 众生一定也会善待你 你觉得他不好 你整天的去伤害他 众生也不一定知道 这完全都是新的感应 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话 一个表情 你会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恶和你的善 所以你有好的感就会有好的硬 你有不好的感就会有不好的硬 所以感应感应 是有感而硬 自己一定要好好发心 寻佛做人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 修大乘佛法的人 更应该懂得怜悯 慈悲众生 这也是一个敢于 学佛人需要做到的 所以一个人 我今天要学佛了 我就必须正信正念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的心有的时候 直于一念的时候 在一念的时候 就是很干净的 一个念头了 我就学佛 我什么都不管 你的心性简单了 单纯了 然后你的人生就变得 不会变得这么复杂了 然而当你的心性 天天杂念横飞 你的生活 你的命运就开始变得复杂 所以用正念 善念去想别人 经常去想别人 你心中没有计较 你已经拥有了慈悲 把别人都往好的地方想 你不会执着 你把别人都往坏的地方想 你会执着恶 那么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形成一种自然 那你就是不执着善 所以这叫不思善 不思恶 因为我看别人 看到不管是谁 我都把人家作为一个好人 一个善良的人 你就是不执着与善 所以无善的人 也无恶呀 你就是今天没有善 但是你也不能作恶 很多人一辈子 他失去了很多的善良 但是他保护好自己 他也不去伤害别人 叫不思善 不思恶 也是一种 但是很多人因为他没有了善良 他缺少了慈悲 然而只要心中有恶念出来 他控制不住 他不知道这是恶 他很快去做了 因为他会接纳所有不对的道理 他会认定这些邪恶的道理是正的 因为他心中没有善良 没有正念呀 所以他就永远接受不了别人不同的道理 从心理学上来讲 从佛学的哲理上来讲 就叫意识的障碍 意识有障碍 所以你看有些人把别人总是往坏的地方想 他的意识就没有障碍 所以我们的心性有的时候很细微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去把别人想得很复杂 而不关自己 就像有的人你叫他说别人的缺点 说别人的毛病他可以说成一大堆 你让他说自己的毛病他说我很好 我没有毛病 你们说这种人有没有毛病 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发现自己的毛病 那么他的因果一来 因缘一来 他的起心动念 就学会了习惯性的保护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找理由来否定别人 碰到什么事情 先习惯性的保护自己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对错 而只是纠结在一种习惯性的保护自己上面 然后因果一来 因缘一来 他首先为自己来考虑 我对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得力 会不会失误损失 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邪念 贪然 磨性 自私 如果一个人经常能看到自己身上有毛病 这个人就是在觉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小和尚 经常做错事情 他说我不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 结果他的师父就跟他说 你如果出生生出一个念头 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就放一颗黄豆 黑豆放在那个碗里面 一个星期下来你可以看一看你的黑豆多还是黄豆多 第一个星期黑豆一碗 黄豆只有一点点 他才知道一个人的意识和他的意念当中有多少肮脏的东西 慢慢的他才变成黄豆多黑豆少 我们人就是在转换理念当中在修行 就是在认识自己当中在修行 就是观察自己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不好的那些觉 你有没有觉悟 所以观自在菩萨 就是能够经常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照就是要看到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毛病 所以懂得反观自在菩萨 懂得觉照 懂得忏悔的人 懂得反省的人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抉择 我们要经常要向别人学习 向别人实实在在的学习他们内心所拥有的那些智慧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谦虚的在生活当中 正在走着他们过去没有走过的路 很多的挫折会让我们懂得前进 是更可贵 我们不能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就是慢慢的在伤害自己的智慧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总是应该学会理解别人 有的时候一个人负面的情绪 比正面的情绪 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 因为负面的情绪很容易在人群当中 在众生当中传染 就像瘟疫一样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跟着他一起不开心 犹如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一个一方很激动的时候 你就会调动你跟他争吵着对方的情绪 因为你激动了 对方也会激动 使着争吵变得越来越激动 未来也不可收拾 所以学佛的人应该懂得 我们不能夸大负面的情绪 有的人就喜欢向别人摆脸色 动不动就不开心 给人家一个恶脸看 刻意的表现 我对你已经不满意了 他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 你看我的情绪 我已经给你看了 我对你不满意 希望对方能够做出妥协 其实这种策略 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 它是不能够奏效的 因为自己的闷闷不乐 不快乐 它会传染给周围的人 因为你的刻意的表现 对别人的不满 会无意识的 别人接受到你的情绪的感染 你不开心了 他也不开心 你对他有意见了 他也会刻意的给你脸看 使你也变得不开心 他自己也变得不开心 既而针锋相对 就很难做出理智的让步 所以有很多人说佛法 那是老年人的事情 师父告诉你们 2500年前 佛陀就把这种 人类应该解决心理问题的智慧 已经传授到我们人间了 而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 我们不懂得情绪的感染 你给别人脸看 别人接受的是负能量 别人一定也会给你脸看 你给别人笑脸 别人接受的是正能量 别人一定也会对你微笑 所以应该懂得佛法 那就是一个智慧之法 懂得佛法 你才能慢慢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人生 只有学会放下 懂得真谛 那就是世界的真谛 就是苦空无常 这个世界就是苦一辈子 最后死的时候空空如也 在整个的人生当中 就是一个无常的过程 没有一件事情 可是可以永久的 永恒的 所以既然无常 我们就要学会放下 既然永远得不到 我们就要寻找永远得得到的 那就是我们精神上的充裕 那就是我们精神上的理解 那就是我们精神上拥有菩萨的真谛 能够明白这些 我们才能勇往直前 能够克服人间种种的烦恼 去达到菩萨的无上正等正觉 好 今天给大家讲白话佛法就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感谢